今天是星期四 可以轻松一下 通常每星期都会轻松一下 应该会在星期四多些 因为经过三天的严肃 我认为一位美国投资界有名人士 Mark Faber 这位被称为投资界大亨 在每个月的投资保鑑 比武俠小说的保鑑更厉害 有以下的写法 这位新来了 一到这些时间有些阳光进来 似乎对视像不太好 但随时我会慢慢改进 他在投资保鑑里有以下的写法 他说美国联邦政府准备回赠 600美元给每个市民 即是和香港的派钱差不多 香港人最喜欢这件事 若不派 暴动 发烂炸 什么都有份 若我是香港政府 你知不知我会怎样做 你喜欢钱 我便派给你 每人批100万 够了吗 今天全部储备 派清光 够不够我也不知道 100万 你喜欢钱 我给你 但接着 什么税都加 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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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每人入息税 现在只有十多% 加到68 68% 入息税不奇怪 现在西方国家也有 我记得我第一年来纽西兰 就是68% 赚100元给他68元 每个星期上街 抗什么抗蜜 反中、反乘、加水费 不喜欢中国的东西 水是从中国来的 反中就加水费 那罪是因为没有饮水思缘 笑话说完了 马菲华的投资保险 投资保险说人民拿了600元 去超市Walmart去买东西 那600元去了哪? 去了中国 如果用来和汽车入油 那里100元去了哪? 去了阿拉伯 给那些包头 如果你用来买Software 去了印度阿叉国 不是歧视 香港人是叫印度人做阿叉 我只是跟他们说 如果用来买三果蔬菜 那600元去了墨西哥 红都拉斯、毅地马拉 明白吗? 如果你用来买一架 得体一点 内容一点 好一点的汽车 那600元去了德国和日本 明白吗? 如果你们用来买些无无畏畏又没用的东西 英文叫做Useless Crap 那些钱你知不知去哪? 去了台湾和南韩 不是我说的 是马克菲博说的 台湾人和南韩人 听到千万不要骂我 不是我说的 我只是复述 总括来说 对美国经济 这600元完全没有那么欠 因为美国实际上 是外国入口的最大买家 无论从哪个国家也好 不仅指中国 完全与外国出口 给美国无关 只不过是美国人自己甘心情愿 要去买别人的货 买清缸 别人又要继续输入 买清缸 别人是做生意的 全世界都在做生意 如果特朗普说 我再不想和全世界做生意 我想躲起 只是我一个自大 他不是美国自大 是美国自大 应该逆做生意 应该逆做生意 但经济有益 只是以下三件事 买枪 全是美国制造的 所以为何到现在都不去窗馆 买美国啤酒 有很多美国啤酒 现在的牌子多得不得了 很多人都喝回美国啤酒 在美国 不会喝德国啤酒 哪里啤酒 是否久才过瘾 还有一样 叫鸡 又是美国出产 因为只有以下这三件事 以上这三件事 是百分百美国生产 美国可以得益 当然 这不是我说的 是Mark Faber说的 他在投资保鑑里说出来 当然以上Mark Faber所说 是有幽默成份在内 你不要拼他 我都想拼他 赵纪 现在很多纪不是美国人 是人 但你要明白 西方社会无论在做一篇严肃的论文 在严肃的演讲坛上 甚至乎总统的国情咫文 上电视上电台 都一定要加些幽默感上去 just kidding 但在kidding之中 亦有真理在后面 断断不会打起面孔成个孔子 但今天星期四通常我会轻松些 缓和一下一周的严肃气氛 否则你叫我严肃不如叫我去死 以上所见 特朗普的贸易战 走开一点 现在全世界都明白到 如果他继续执迷不悟 知不知受害最深是哪个国家 就是美国自己 这三个字 何必呢 今天就轻松完了 明天星期五再见